大家好 這是一品福德甲 繼續殞落球星系列 來介紹一位我認為近年最可惜的一位球星 我們近開頭 歡迎收看快速認識MFB球星系列 想看其他球員介紹記得點進我的頻道喔 影片看完之後不要忘記點個喜歡 訂閱我 並且在下方留言和我一起做討論喔 現在讓我們開始 這次要介紹的是 曾經被Pedro Martínez 請列為神之右手接班人的高壇士黑暗騎士 Matt Harvey 中文名麥特哈維 綽號黑暗騎士 是一名右投手背號33號 擅長的球種有最快三位數火球 速差5-10mine的變速球 以及他的那顆決勝滑球 讓低迷許久的紐約大都會燃起 將近30年前捧起冠軍金杯的希望 Matt Harvey就像是他們的救世主 他們的守護神 他們的黑暗騎士 蝙蝠俠Bruce Wayne Missioner Gordon 他問 誰我們要叫做遊戲5 我告訴你我們要叫 我們要把黑暗騎士 在這個城市的Gothup 把他們進來 把他們送出責任號 為什麼才剛展露頭角的Matt Harvey 就能夠獲得黑暗騎士這樣霸氣的綽號 一開始我以為是因為他跟黑暗騎士裡面的大魔王 雙美人Harvey Dent名字重複 但走不好用反派的名稱幫球星取綽號吧 所以就直接以超級英雄黑暗騎士命名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有類似的聯想 再不然也八九不離時跟黑暗騎士這部電影有關 但真相其實跟電影一點毛線關係都沒有 要知道蝙蝠俠守護的城市高潭 雖然是一個虛構的城市 但多少是以紐約為藍圖下去描繪的 Harvey拯救紐約 讓人聯想到高潭的正義使者蝙蝠俠 大圖會的黑暗騎士之名開始傳遍紐約大街小巷 超過190公分高破100公斤的身形 難怪May Harvey來到比賽末段依然能夠輕鬆駕馭 Win是全大德蒙最頂尖的power pitcher之一 而且Harvey有別於常人的地方是 他不只球速快 偽進足 變化球夠犀利讓他不需要依賴單一球種 只需要簡單的配球策略就能夠起到最大的效果 讓他大聯盟生涯的第一個完整球技 就代表國聯成為明星賽的先發投手 當時甚至已經有人將他和大都會先生 Tom Seaver相提並論了 然而以上所述 都是巔峰時期的McHarvey 巔峰期非常短暫的McHarvey 到底McHarvey是如何迅速跌落神壇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就跟多數台灣小孩一樣 McHarvey從小便是紐約洋記的死中球迷 尤其是隊長Gitter的腦殘粉 小時候他也跟Gitter一樣準確預測未來的自己 將成為一名職業棒球選手 甚至還是紐約的救世主 只是球隊跟他預想的有點出入罷了 Harvey高中時期就已經有一顆破90倍的訴求了 年輕的肉體讓他幾乎每一場比賽 都能夠輕鬆完成九局任務 只會被敲幾隻零星安打不說 單場破15K更是家常便飯 高中畢業之後 Harvey跟現代季候賽之神 瘋猛Medicent Von Gunner 以及一季賽洋 Rick Poichello 合成當年美國高中三巨頭 三位都有成為第一輪新秀的行情 然而瘋猛在第一輪第10順位就被選中 Poichello也在第一輪第27順位壓線 就只有Harvey一路掉到第三輪才被天使撿走 看來大聯盟對Harvey的實力顯然還不夠信任 所以Harvey毅然決然選擇就讀大學深造 過幾年之後 選秀的順位一定要超越瘋猛跟Poichello 天使就只能夠再等等了 反正有緣千里來相會 果然選擇上大學是正確的 Harvey能夠在大學初期 提前發現自己的缺點並加以改進 提前進入撞翔期 避免在殘酷的職業賽場上 才遭受身心淋傷的折磨 大學生涯尾聲Harvey累計22勝1RA3.73 送出263K等成績在校史數據榜上有名 讓他自信是時候再度挑戰大聯盟了 2010年選秀會上 不乏怪物高中生Brice Harper以及Manny Machado 又或是跟他一樣在三年前第一輪落選之後 在大學突飛猛進的三陣機器Crissell Matt Harvey超出眾人期望一舉殺進前十 以第一輪第七順位被紐約大都會選走 正式開啟挑戰棒球最高殿堂之路 雖然沒有像Crissell這麼狂選秀 當年就直升大聯盟 但Harvey只花一年半的時間也是快的一批了 2012年Harvey被列為大聯盟百大新秀第34號 大都會體系第二號新秀 雖然隨隊參加大聯盟春訓 但開季前還是被技術性下放小聯盟 無法擠進開季名單 而Harvey在3A一直等一直等 卻遲遲沒有等到摳上大聯盟的通知 同梯的不少好手都已經在大聯盟越級打怪了 Harvey還是繼續在下面一單局送出1K的效率屠宰小聯盟 原來就連大都會高層都和當年的球探一樣 雖然覺得Harvey潛力十足 但就是莫名的對他缺乏信心 在許多能夠升上他的機會 卻都沒有選擇他 2012年明星賽都過去了 Harvey直到王牌投手 三代王優恨Sanana傷退才被叫上大聯盟 在小聯盟多待了這麼久 Harvey誓言絕不再被放回小聯盟 至少現階段暫時還不會 2012年7月26號 大都會安排McHarvey大聯盟生涯初得版 對上亞利桑那響尾蛇 原本只期望他能夠幫球隊吃下足夠的局數即可 但Harvey怎麼可能只甘心作為一名工作馬 第一次亮相就要讓球隊甚至是全世界知道自己是大隊會信任王牌投手 紐約新一代救世主 面對生涯第一位打者就送出生涯首張腦可以來個下馬威 完成球隊賦予他5G的投球任務 竟然就送出破隊史初得版紀錄的單場 11K 奪下生涯首勝 不只如此 兩次上場打擊還打出完美的百分百打擊率 Bouncing ball toward the middle And Drew can't get it And Matt Harvey is 2 for 2 Matt Harvey在大聯盟的第一場投球 竟然就成為史詩級的大聯盟100多年來守衛 初得版紀送出破10K 還敲出復屬安打的怪物 賽後總教練Terry Collins 如此評價子弟兵神人般的表現的 小聯盟教練騙我 竟然把他給我藏在下面那麼久 總計Harvey這年在大聯盟這半個球季 共10次先發 雖然只拿下三勝五敗的大都會日場 反而率卻控制在3以下 只投60局就送出70次三陣 球隊馬上意識到Harvey的重要性 將他列為重點保護對象 時時刻刻追蹤他的投球狀況 就怕血跡方剛的年輕人 不自覺地操壞自己的手臂 2013年 Matt Harvey大聯盟生涯的第一個完整球季 直接讓紐約克高潮 開季前兩場投完已經三陣19名打者 有人說他是國連的虎王 Justin Verlander 第三場先發6.2局無安打 開季四連勝 不止於1.56防禦率 40局46K 對手打擊率只有一成五 拿下單月投手MVP 以及有人稱他為超越大都會 對死最強Tom Seaver等級的神獸 5月的第一場比賽化身比血KO左近四 一路將完全比賽帶到第七局 才被一隻滾地安打破功 但Harvey首度投完第九局 並送出生涯新高12K 可惜大都會日常一分都打不回來 最後Harvey無關勝敗 緊接著一個月後 Harvey又有一場七局無安打 卻再度被滾地安打化解 不過此意Harvey再破前高單場13次三陣 霹裡啪啦連續講了那麼多精彩好投 賽季都還沒過一半呢 Harvey投出足以角逐賽陽獎的水準 這年明星賽剛好又辦在紐約大都會主場 順水推中 Harvey不只首個完整球季就入選明星賽 第一次參加明星賽就扛下明星賽先發重任 也就是在這時 他的人氣來到生涯最高點 被赤封為紐約市的守護者 黑暗騎士Matt Harvey 下半季Harvey繼續火力全開 射涯首場完頭完封收下賽季第九勝 然而不敢相信的是 這竟然是Harvey生涯中唯一的一場完頭完封勝 去年就已經意識到要重點保護Harvey的大都會高層 雖然這年明顯高度仰賴Harvey 但還是不希望Harvey這麼快就單季超過200局的投球 但8月都還沒結束 Harvey的工作量已經接近180局 眼看大都會的戰績完全跟季後在背道而馳 球隊高層看來隨時都有可能 提前關機Matt Harvey的剩餘賽季 沒想到不用等教練下指令 Harvey的手就先開始抗議了 而且嚴重到必須開TJ手術 不只賽季直接報銷 隔年賽季八成也不用打了 回顧2013賽季雖然少別人投了一個月 但有黑暗騎士在場就給紐約大都會 每場比賽都是勝利保證的信心 雖然大都會的日常演出 讓Matt Harvey無人雙位數勝投 但攪出2.27ERA 不到170局投球就快收下單季200K 尤其稱霸全大聯盟最佳的美酒局0.4烘鴉之力 讓他獲得國聯賽亞獎第4名成就 2014年 照理來說養傷復健中的Matt Harvey沒什麼好贅述的 但好勝心強的Harvey竟然對外宣告 賽季結束之前他就要回歸投手球 但馬上就被球隊高層給打強 反正這年大都會也早早跟季後賽說再見了 讓Harvey提早回歸也只是徒增風險 這起看似無雙大雅的小事件 其實隱藏著一個致命傷害 Harvey高傲的自尊心 其實不是針對Harvey 相信任何強投都有那種想上場繼續投球的求生欲望 所以教練遵守紀律保護投手才那麼重要 但Harvey的自尊心高到已經有點不受控的地步了 有實力掛保證時或許還能夠說嘴 當哪天出現衰退徵兆時 這樣的心態將會給球隊帶來相當大的麻煩 不管怎麼說 Harvey乖乖在2015年開機正式回歸 但仔細觀察發現帥氣的黑暗騎士好像哪邊怪怪的 看來休息一整年的Harvey過得挺愜意的嘛 但有時壯碩的身材不僅不是利空反而是利多 回歸首場比賽就主投6局9K無失分 賞給這年大爆發的Brice Harper一次慘敗 讓預言帝Harper直接說Harvey未來必得賽揚 有Harper的加持讓Harvey 欸 有點饒舌 有Harper的加持讓Harvey信心爆棚 開季五連勝但願0敗機 明星賽前的最後一次先發 Harvey不只投7局9K拿下單季第8勝 都快要超越生涯新高了 還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 生涯守轟 2015年最大的驚奇 倒不是Harvey的東山再起 反而是大都會似乎看見了季後賽的車尾燈 2013年的Matt Harvey 2014年的Jacob Degrom 再加上2015年的Noah Sydergaard 大都會三巨頭有挑戰當年國東三巨頭的架勢 當進入賽季最後一個月 大都會還穩居國東龍頭寶座時 重返球賽看來勢在必得 卻反而出現一個極大的隱患 迫使大都會必須當機立端做出決定 要知道Harvey是一位剛從手走手術回歸不久的投手 照理來說投球局數必須嚴格控制 才不會未來球員生涯有什麼三場兩短 有其他兩大巨頭的大都會 雖然沒有像2013年那樣 那麼依賴Harvey了 但整季Harvey 攪出首個雙位數勝投賽季 不到3的1RA 以及每局人有送出1K的壓制力 爭奪冠軍的路上少不了黑暗騎士的救贖 但醫生建議的單季180局投球限制 Harvey光是例行賽就已經投將近190局了 以Harvey的個性 機構賽沒可能乖乖作弊上關 現在VS未來的矛盾大對決 不只球隊要傷腦筋 就連Harvey自己也兩邊難受 投了就要冒極大風險 不投就要每天被紐約酸民洗臉 最後大都會 Matt Harvey Harvey的經紀人波拉斯達成三方共識 大都會奪冠機會稍重即逝 拼 氣勢一出來 神黨殺神佛黨殺佛 山羊墨菲Daniel Murphy跳出來 破季后再連續開轟場次紀錄 接連載掉兩隻未來的世界冠軍 蛇氣投球局數限制器的Matt Harvey 真的踩到總決賽的地板 2015年世界大賽 我也是稿子寫到這邊 才想起來我之前已經介紹過了嘛 有興趣的人可以回顧一下 整整兩年前做過的皇家系列 只能說Harvey在世界大賽 扮演大都會穩定軍心的重任 兩場先發都幫助球隊 苦撐到延長加賽 可惜最後仍然敗北 尤其是最終第五戰 Harvey八局完美演出 但已經頭破百球 讓總教練已經決定 換終結者上來結束比賽了 可Harvey的自尊心 絕不允許在世界大賽的場合 發生這種事情 跟總教練argue堅持續投 而總教練最終妥協了 結果論 Harvey的續投間接葬送了球隊的勝利 大家都會拿下總亞軍 但縱觀Harvey整個2015賽季 傷後復出就投得像鬼一樣 世界大賽差點憑一己之力扭轉頹勢 才26歲的Matt Harvey未來無可限量 甚至連神之右手Pedro Martinez 都跳出來放話 不只清點Matt Harvey成為新一代神之右手 甚至認為Harvey的天賦超越古今 然而在美光燈照耀下形成了陰影處 那個令眾人擔憂的隱患 正在迅速擴散開來 2015年的Matt Harvey 絕對沒有帳面數據那麼瘋狂 背後充斥各種錯誤的決定 不合理的堅持 甚至還包括命運的捉弄 讓2015年賽季 甚至說就是世界大賽最後的那次決定 成為Harvey人生的重大轉捩點 一切還是談到幾乎所有殞落球星的通病 投手的保護機制 不管是投球姿勢的傷害也好 或者是球種造成的負擔也罷 基本上超窄的工作量 大概除了蝴蝶球投手以外 沒有人能夠不受傷的 更何況是一個剛弄完要休養長達一年 才能回歸的TJ手術 從原本的180区投球限制 且季後賽進竹令 妥協成190区投球 且季後賽任意投 偏偏球隊還過五關 斬六將一路挺進世界大賽 季賽季後賽合併投破200局 諷刺的是從2012年初登板就說要重點保護 2013年還是必須開TJ整季報銷 2015年商業復出這樣最最需要被保護的一年 竟然是生涯投最多局數的一年 造成最後這樣的結果也就不那麼讓人意外了 2016年一開季 Matt Harvey就出現崩盤的跡象 開季三連敗 不只平均每場要丟至少三分起跳 三陣數下跌 被球安打數卻大漲 從投球內容更可以發現球數下滑不少 偽禁消失之外 置身滑球也不再犀利 這樣的低迷 直接造成當初帶他邁向巔峰的投球策略失效 只要稍有失頭就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Harvey將2016年的撞牆 歸咎於新的傷勢影響 提前關機動手術整季報銷 Harvey表示對這季自己的表現非常失望 希望手術後自己的狀態就能夠尋找回來 然而如果沒有找到解決辦法的話 問題就只會繼續停留在那邊 2017年May Harvey頗有復蘇之下 開季前四場閑法還能將防御率控制在3以內 但很快的便被打回原型 ERA以每個月1分接著1分的步調暴增 政績反應率瘦在6.7 簡直慘不忍睹 或許還是傷痛因素 其中也一度動手術缺賽 但除了前面講的諸多壓制力喪失的理由之外 1617年的Harvey 相較1315年投球續航力也明顯不夠 當年稱霸全大聯盟的超低美酒局被敲轟次數 現在這項數據都來到當年的四五倍有餘 再加上先前被嚴重低估的心理層面因素 或許才是導致他就此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球場上人稱黑暗騎士的Matt Harvey 在球場下也跟Bruce Way一樣是個花花公子哥 開名車上名模 頗有高人一等的姿態 雖然時常處在美光燈的焦點 但媒體員卻有點差強人意 經過這兩年的低潮之後 Harvey的負面新聞被不斷的放大 例如一度因看到曖昧對象還在跟前男友拍拖 會影響心情無故缺席遭到球隊處分 但他的自尊心卻一點都沒有放低 要知道有實力的時候還沒差 現在這樣的處境還這麼傲嬌就會遭人詬病 場上場下連環衝擊之下 Harvey心理層面接近崩潰的地步讓人不難想像 2018年不見起色之下 球隊安排Harvey轉任牛棚 甚至希望他回小聯盟調整一下 這樣的決定顯然讓Harvey完全無法接受 但大家都會已經由不得Harvey繼續任性下去了 直接將他擺進讓渡名單 不是交易就是釋出 甚至一度傳聞Harvey有機會來亞洲投球 最後大都會將Harvey交易至星星那提紅人 在大都會的最後一年不僅於勝籃球 更留下整整7分的自責分率落魄離場 紅人時期的Harvey雖然沒有在大都會最後幾年那麼淒慘 但依舊沒找回當年的賽洋風範 賽季結束之後 Harvey跟當年第一次選擇他的洛杉磯天使簽約 終究一續先前沒實現的因緣 然而ERA一度飆破7.5 賽季還沒結束就遭到釋出 只好轉戰奧克蘭運動家小聯盟 卻遲遲等不到重返大聯盟的機會 2020一樣是小聯盟合約加盟堪薩斯皇家 現發卻都頭部超過三局就退場 整季不只零勝 ERA還衝破雙位數 自從離開紐約之後 一年換一隊對Mark Harvey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 球隊有如千樂透般看待現在的Harvey 這樣的下場是當初想都沒想過的 曾經的準賽洋強投如今經歷讓渡 釋出小聯盟合約 現年32歲的Harvey今年在巴爾地魔精英工作 一度取得三連勝拿下睽違兩年的首勝 偷球策略調整之後 球速約莫94埋 新增升卡球種也終於讓他被開轟的機率好很多了 畢竟Harvey已被當年的王牌 任從一台發球機回歸平庸 或許已經不能再奢求更多了 當年的黑暗騎士 跟雙面人同名的Harvey 如今的表現越來越像是後者 Harvey自己說過 不論我做到的有多麼驚人 如果我在未來不能持續下去 這沒有多大的意義 跟其他殞落球星一樣 Harvey完全不後悔在剛從TGA手術歸來之後 拚全力幫球隊爭取總冠軍 事情已經過去 一切都只能結果論 要做到的只有繼續向前 或許就像我師父說的那樣 2021年5月12號 Harvey投不滿五局就丟7分 慘敗在錢東加大都會手裡 雖然結局並不完美 但看到Harvey再度站在大都會主場的投手球上 還是一幕讓人十分暖心的畫面 或許機會很渺茫 但還是希望能夠等到這一天的出現 黑暗騎士黎明升起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影片看完之後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小鈴鐺 下部影片見 See ya